8月13日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委会联盟 一海纵横摄影绘画书法艺术展 在奇诺市一卢会所举行 这是高校联盟首次跨俱乐部的展览 展览除了展示联盟俱乐部会员的作品之外 还邀请了一些北美知名画家 摄影师和书法家的作品 共展出38幅摄影作品 12个视频 以及48幅绘画书法作品 吸引了上百位学界文化艺术界人士及观众前往层展 高校联盟文艺部部长孙小璐主持了活动 高校联盟在今年引进新生艺术纪的概念 来拓展联盟文化艺术活动的范畴 艺术纪有三大板块 而一海纵横这个板块 囊括了除歌唱比赛和大型文艺展演之外的所有文化艺术活动 高校联盟会长孙淑婷感谢活动的主要负责人 以及组委会校友 摄影师画家和书法家们的辛苦付出 让观众有机会获得美的独特享受 今天的活动就是文化艺术这个艺术纪的活动之一 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联盟首次两个俱乐部 摄影俱乐部和绘画书法俱乐部联合举办的作品展 我们除了展示俱乐部成员的作品以外呢 邀请了北美一些出名的画家 摄影师和书法家的作品参展 那文化艺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哈 它除了提供给俱乐部成员一个展示作品的平台 鼓励他们追求创业和创新的以外呢 也增加了这个联盟那一部 以及我们所举办活动成事的文化分析 目前联盟绘画俱乐部有118位成员 其中有美院毕业的书画家 也有非美术专业毕业的书画爱好者 多次举行线上线下活动 书画家还拍卖自己的作品 为自闭症青少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筹款美金 3700多元 著名书法艺术家陶海鑫 著名旅美画家李民 书法家干部忠 俱乐部副主席孟律元等 13位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的作品参展 利用我们自己的技能 同时我们在书画俱乐部 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大家一起探讨一起提高 同时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我们觉得以我们自己的能力 为社会做贡献呢 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 我觉得社会一定会更美好 摄影俱乐部部长冯立新表示 校友们分享题材广泛 风格迥异的作品 可以交流拍摄心得和拍摄信息 面对面向观众传达情感 思想和艺术表达 激发摄影师们的创作灵感 不断推陈出新 今天我们还要举行易卖 卖的钱大部分是用来支持高校联盟的各项活动 希望以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摄影俱乐部多多观众我们摄影俱乐部 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些美好美好的时光 美国南加州华人总会会长熊文胜 高度评价了展览主题的多样性和作品的艺术性 称赞高校联盟 为丰富校友们业余生活做出的积极贡献 希望高校联盟再接再厉 为校友们提供更多的展示才华的平台 华夏电台记者 齐诺市采访报道